北韓威脅索尼撤下名嘴出任务 到底是真是假 索尼这礼拜让全世界都看到 自己的胆子到底有多小 骇客威脅索尼如果不撤下电影名嘴出任务的话 就要炸掉美国电影院和观众 演员赛斯罗根和詹姆斯法兰科 在片中扮演被美国中央情报局 派去暗杀北韓领导人金正恩的两名记者 而扮演金正恩的演员 正是演过所有亚洲角色的普兰道尔 据说原本电影不是这样演的 电影结尾金正恩的头被炸爆因太过血腥 而被索尼翻盘改成现在的温和版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越血腥越多爆头越好 好莱坞的新设政娱乐公司 在骇客威胁的恐惧之下 宣布取消史蒂夫卡尔主演的平壤 北韩我给你拍拍手 而用来取代名嘴出任务 同样也是讽刺北韩的搞笑旧片 美国战队也被派拉蒙影视公司下架 突然 原本默默无闻的电影 瞬间变成今年最受关注的电影 新闻里也都在播报和北韩相关的新闻 如果这一切都是个骗局 不是很好笑吗